绑匪绑架富豪妻子索要百万赎金 但最后却是富豪赚了一笔 本期立哥带来电影《谋杀绿脚纸》 90年代初 洛城西部住着一个成天无所事事 绰号都爷的中年男人 他有两个同样无敌的朋友 分别是曾经服过兵役的沃尔特和瘦弱的唐尼 三人经常聚在一起打保龄球 平日里最大的消遣就是扯扯嘴皮 这天晚上都爷的家里突然闯进了两个社会人 被有分说的就将他按在马桶里 声称是他们的妻子邦尼 欠下了他们一笔钱要求他来偿还 但都爷简直一脸懵 因为他压根就没有老婆 更不可能认识这个叫邦尼的人 说了半天 俩社会人才意识到自己确实找错人了 变头也不回地走了 临走前其中一个人还在都爷家的地毯上撒了泡尿 隔天都爷便将这件击倒没有憋屈的事告诉了两个朋友 他们也觉得他确实是够衰的 沃尔特便提议 让他去城里找一个跟他同名同姓的百万富豪 来赔偿他的地毯 都爷一开始并不同意 但拗不过两个朋友的怂恿 最后他还是去了富豪的家中 都爷把这件事情全部都告诉了富豪 但怎料富豪不仅不赔偿 还骂了都爷一顿 说他家的地毯被吓了泡尿 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呢 蓝吵了半天 都爷见自己确实不占领 便兴兴地走了 还在门口仗见了富豪正在涂绿色脚趾加油的妻子 而此人便是邦尼 欠钱的也是他 但都爷着实不想再去探究这件莫名其妙的事 但是 富豪却又突然把他请来了家中 并声称邦尼被人绑架了 绑匪要求赎金一百万 而他之所以今天找都爷来 便是觉得那些污染他地毯的人 跟绑匪是同一伙人 因此便要他帮忙去把百万赎金交给绑匪 事成后他能得到两万块报酬 外加一块新的地毯 这种稳赚不赔的事 都爷自然是不会放过 而他也有预感 这其实是邦尼自导自演的一出戏 为的就是能骗到富豪的钱去还债 在拿到富豪装着赎金的钱箱后 都爷立马就跟沃尔特 开车去往绑匪说的地点了 路上作为成年人的沃尔特就寻思着 既然他们现在已经有一百万 那干嘛 还只要那小小的两万块报酬呢 他表示自己全部都要 说着他便把一包装满内裤的皮包 扔到了指定的交易地点上 都爷根本拦都拦不住 而后前来拿钱的绑匪 也一溜烟就把内裤包拿走了 但这笔不易之财 都爷拿得也是心慌 接下来的每时每刻都挺吊胆的 就连打保龄球的雅致都没有了 可紧接着他和朋友们 走出保龄球馆才看见自己的车被偷了 而钱箱就放在车上 现在自然是没了 折腾半天人才两空 都爷简直是欲哭无泪 随后他也报了警 但是对于车里装钱的事 他只字未提 突然一个名叫马迪的艺术家找上了他 并声称自己是富豪的女儿 他说自己的父亲 其实就是一个须有其表的人 对外公开的资产 只不过都愿意自己过世母亲 名下了基金会 连那一百万 也是他擅自取自基金户口的 马迪作为基金会的管理者之一 此次请杜叶来的目的 便是要他帮忙追回那一百万 事成之后将会分他十万报酬 这些天发生这么多事 杜叶一时之间也理不清脑袋了 突然他又被富豪给绑走了 富豪气呼呼地表示 绑匪根本就没有收到钱 便质问一百万去哪了 杜叶瞬间哑口无言 只能胡乱地应对着 富豪还给他看了一根 绑匪寄来的绿角纸 看样子应该是邦尼的 随后富豪威胁杜叶一番后 便让他走了 晚上杜叶也遭到了绑匪们的威胁 好在第二天 警察就把杜叶的试车找到了 但里面的钱箱却不见了 不过他却意外地 在车里找到了一张成绩单 他便顺着成绩单上的名字 和其他的两个朋友 一路顺藤摸瓜 找到了一位名叫兰尼的初中生的地址 刚到他家 三个人就发现 门口停了一辆跑车 都爷便推断 这个矛头小鬼 把钱都给花光了 但在进入他家 对他进行问话后 却也没有得到什么有用的线索 况且他还是个孩子 都爷也不能怎么为难他 但沃尔特气不过 就把门口那辆跑车给砸了 结果这辆车压根就不是兰尼的 而是他的邻居的 进而就导致 都爷的破车也让邻居给砸了 先不说来一趟 还赔上了不少的修车费 现在就连钱向的线索也断了 此刻的都爷 简直一个头两个大了 过了不久 就又有个名叫 杰奇的大老板找上了都爷 并表示 邦尼欠了就是他的钱 当初就是因为 他派的那两个社会人 找错了人 才会导致他家的地毯 永远留下了一道尿子 进而引发了一连传的事情 而他也听说了绑架案 他也想得到那一百万 但钱现在也不在都爷的身上 最后他也只能叫醒了都爷一顿 就把他放了 等都爷灰头土脸地回到家后 马迪突然现身 并主动现身给了都爷 两人翻语赋语过后 正处圣洁模式的都爷 忽然受到了上帝的指引 似乎一瞬间就明白了 整件事是怎么回事了 他立马就跟沃尔特 驱车赶往富豪的家中 路上 他跟沃尔特解释道 很有可能 那钱箱里压根就没有钱 富豪也不爱邦尼 那他怎么可能会 此支付百万赎金呢 最好的解释 只有富豪想借绑匪之手 杀了邦尼 而沃尔特当时抛出去的内裤包 正是整监式的导火索 沃尔特一听觉得 好像也有点道理 可当两人抵达富豪家中时 才从管家的口中得知 邦尼已经回来了 而且他也没被绑架 只是出去花天酒地了 没有跟富豪说而已 但是当紧接着都爷问起富豪 那一百万去了哪里的时候 他却又打不上来 气得沃尔特直接把他揍了一顿 随后那群绑匪也找上了都爷 所要一百万 原来邦尼的确没有被他们绑架 他们只是砍下了另外一个人的脚趾 想空手套到富豪的钱罢了 说着说着 两方就起了冲突 沃尔特以一敌三不在话下 但唐尼却因太过紧张 而突发了心脏病 导致抢救无效死亡了 最终当都爷和沃尔特 将他的遗体送到殡仪馆火化后 却被工作人员告知 若想带走骨灰 需要支付一笔 一百八十元的骨灰罐费用 但两人身上并没有带钱 好在沃尔特临机一动 便去超市买了个便宜的罐子 把唐尼的骨灰装了进去 随后两人来到了海边 沃尔特本想按照唐尼的遗愿 把他的骨灰洒入大海 却怎料赶巧一阵风刮过 骨灰全都飘到了度爷的脸上 气得他直接跟沃尔特吵了起来 但两人最后还是和好拥抱了 并去到了保龄球厅扯皮 一切度如往常一样进行着 但是却透露着一种淡淡的忧伤 如果说幽默是一种风格 那么黑色幽默 就是风格中 慎尽的一些忧伤调剂 一场由一张被尿液 所污染的地毯引发的事故 有人从中看见了人性 有人从中看见了欲望 有人大声地笑 有人沉默地哭 有人感觉到了剧情无脑 有人感觉简然有序 但是却无人总结得出观感 这大概就是黑色幽默电影的魅力吧 那么今天到这了 我是李哥 原作登展 照亮理心